裸拍族竟然攻上了捷运 这真的是太夸张了 网络上有一个色情论坛 里面的成员专门拍了裸照的照片 上传到网络跟会员分享 之前他们还举办了一个大众运输系统的裸拍比赛 就有人在台北捷运的鲜色宫站 公然拍了裸照上传 还躲下了冠军 通勤的民众知道捷运站竟然成了裸照的拍照景点 知乎实在太夸张了 摆好pose公开拍照 女model穿着衬衫 私密处若隐若现 甚至最后全裸上阵 这些裸照全都在知名裸拍论坛上流窜 自家拍照欣赏就算了 还跑到公共场所捷运站 简直挑战公权力 太离谱了 怎么说 没怎样说就是怪怪的 因为这边很多小朋友跟妈妈会出入 所以我觉得非常不恰当 通勤民众都无法接受捷运站成了裸拍场所 这个拥有四千多名成员的裸拍论坛 专门提供爱好者上传裸照 为了维持会员资格 还要求他们定时要传裸照 否则删除会员 等于变相鼓励裸照拍摄 日前他们还举办大众预出工具裸拍比赛 三重仙色攻捷运站 竟然成了最佳背景 裸拍女子大喇喇在捷运站里面露三点 但为什么特别选在这个座位 就是因为她旁边这块地图板 可以完完全全的把监视器给挡住 民众裸拍也凸显监视器死角问题 像是夜间妇女停等区几乎拍不到 如果发生其他案件后果不堪设想 警方也表示这些拍照上传行为 已经违反社委法甚至刑法 妨害封化罪 最终可判一年徒刑 结果警方也根据这些画面 寻现真办当中 接着陈志根徐教委新北市报道